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韵这个耳熟能详的 音乐宣教士工团队的成立 是由彭盛慧宣教士一手成立 从一开始在电视节目 天韵歌声演唱 接着开始在海外旅行 用音乐步道 终于在1980年 出版第一张创作专辑 野地的花 从此天韵合唱团 用优美的诗歌 与崭新的舞台表演 陪伴着台湾与全球各地民众 直到现在从未间断 那我们在台北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电视要开始 第一个TV在台湾 那那个时候我们要用音乐 节目是讲天韵歌声 那我们天韵合唱团 天韵乐团 不是说那个是特别的一个名字 就是我们电视节目的名字 后来一直用下去 彭老师当时创立天韵 他的感动是 透过音乐来传福音 所以天韵写的歌 也比较是向未信的人 来传福音 以未信的人为对象 天韵一直是当时 我们在整个侍奉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音乐的 他同时也是电视的 这样的媒体的一个宣教的团队 那个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六 都有一个晚会 叫做青年音乐晚会 就在我们这里 天韵的诗歌成为 整个节目里面的一个重心 他可以直接传福音 当时在70年代 台湾开始流行校园名歌 带动了很多年轻人开始创作 大家都写出自己的 一个生命在主里面的那种经历 透过音乐 透过诗歌这样分享 所以一首一首的出来 我们创作了野地的花 好消息 所以这样子的诗歌 就成为天韵的一个负担 天韵的诗歌创作 也是参与天韵事工的每一位团员 遇见神的美好见证 而每一段见证 更是在神的无限里 看见自己的渺小 且经历神信实伟大 并一步步带领大家 一同成长的心路历程 我在旧传慢慢地成熟 慢慢地长大 但是我在旧传 我在天韵里面 也慢慢地长小 而你知道 一位真正伟大的上帝 祂才是大的 那有祂 我就可以去努力做好 我的小事情就好了 其实我在2012年 那年我 我因为生病的关系 所以我就休息了半年 然后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要面对疾病 然后又要面对 不能工作这件事情 我们那时候开始筹备 台语专辑 那我写了五首歌 那里面有一首歌 我想应该大家都蛮熟悉的 叫做 我想经过 经历人生的风浪 每个人都有 可是当你 被推到谷底的时候 有时候你想要爬起来 你是爬不起来的 我写这首歌的时候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激励 就是说 神很清楚地告诉我 我在这里很怕什么 其实不瞒你说 我曾经有想过 就是好 那我就结束我的生命 我连这个念头我都有 可是 我觉得 神他就是告诉你 他爱你 那当你知道 他爱你的时候 你再怎么样想要放弃 你都会觉得 我好像应该再 再考虑一下 就是神的爱与扶持 带领着每一位团圆 用生命经历到 天父的慈爱与温暖 以至于在他们所谱的 诗歌乐章里 也自然流露出 神的宽广 与长阔高深的爱 不止如此 神更大大使用了他们 在这些年 陪伴了台湾社会 一同经历许多艰难的苦难 透过诗歌 带给社会大众 更多正向与安慰的力量 谁能划过街门 谁能飞跃沮丧 谁能看见千变 游望可笑 山地的心看见心 看见千变 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我们有一首歌叫眼光 眼光那首歌我们写完之后 发生台湾当时 九二一大地震 我们写的时候 不知道会有大地震 但是那首歌安慰了很多人 在那个时候安慰了很多人 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除了圣经啊 布道啊 这些的内容之外呢 我们也会就是 对于社会上面 现在的一些的情形 我们会写一些诗歌 来反映现在的 对于社会说话啦 一些励志性的 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我们也觉得 基督徒其实也要更关心 这个社会在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一直在学习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有这个样子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 当然这里也有台湾 有地震 经济方面的 有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靠着 神所给我们的应许 就是说 我会永远跟你同在 你需要我会给你 所以我们不要看背后 要看往前 每年由空中英语教室 与天运共同呈现的 圣诞环岛音乐会 总是被大家引颈期盼着 而奇妙伟大的神 也就是这样使用着 天运合唱团这个器皿 借由他们生命经历 与成长所谱出的乐章 来扶持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 除了神一步步的带领外 在天运里 还有一个被团员们 昵称为阿布的灵魂人物 就是今年高龄九十 依然精力旺盛的 彭盟会宣教室 他也用对神坚定的爱 来爱每一位田运团员 并携手与他们走过每一个年头 给他们创新的发想 与无限的舞台空间去成长 我在这里的 开始学习服饰的过程当中 彭老师一直在 我们创办人在 我刚讲的 他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人 他也希望都会挑战 我们要有新的东西 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历史背景 所以我们的整个呈现 要怎么样开始慢慢变化 是因为有年龄层的 不同的人在里面 那节目如果我们可以走音乐剧 走这些东西 所以在几年前的圣诞节 我就开始有比较多的尝试 用一些音乐剧的部分 那当然跳舞是因为 有一些年轻的团员加入 所以他们本身就对舞蹈细胞 会比我们这些人好一点 那当然就他们的常才 就尽量他们发挥出来 天运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彭老师就像我们的妈妈 一个很特殊的情谊 就是说我们可能比 我们跟家人之间的关系 都还要轻 我们还是会有争执 还是会有争论 还是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可是怎么样子学习 去接纳彼此的不同 那透过彼此的这个不同 来成就上帝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都是彼此照顾 就像战友一样 我们都是上帝的精彼 天运团圆间的合一 见证了基督里互为肢体 彼此相爱的真谛 而多年来 天运寻回世界各地 走遍三十几个国家的演出 中间经历神的保守与恩典 更是团圆们津津乐道 坚持继续为主传扬福音的原动力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其实我们很少强调一个人 所以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团队当中 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同心地寻求 上帝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 每一次出去跟天运出去 传福音的时候 我看到台下很多人 因为我们所唱的歌而感动 他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 尤其当我们常常到学校 去看到很多的孩子们 他们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 告诉他们说 耶稣爱他们的时候 你知道我心里面的激动 那种满足那种感恩 我说主啊谢谢你 让我能够在这里跟福音有份 而不是过我自己美好的生活 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天运这么多年来 在音乐与媒体的服饰上 却依然历久而迷新 靠的就是单纯一颗 不为世界的风风雨雨 只想把最好的献给神的心 就像罗马书说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旨意 天运这个团队 也不断地在神的爱里面 彼此成全学习成长 我会觉得我也不断地在学习 虽然我自己是这个辈分 这个年纪的 然后怎么样子 可以跟年轻人一起服侍 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学习 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可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 怎么样子的能够跟这些团员 在生命里面能够扶持成全他们 然后真正的能够落实 上帝所给我们的使命 是使人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中心的话就是 看看神的话放在人的心里 所以多用神的话做音乐 比较有效果 很多人一听到那个就感动了 走过了53个年头 天运合唱团的每一位团员 在华人音乐宣教事工上 始终不敢懈怠 因着神的爱 他们乐意将从神领受的恩典 与万民分享 对他们来说 坚持走用音乐广传福音的这条路 不只是一份工作 更是一件值得他们投入一生的服饰 用神给他们的恩赐歌声 去颂赞并彰显神的荣耀 是此生最美好的事 我们深信 借着他们这么多年来 在全球各地所撒下的福音种子 必要在遍地发芽成长 结出丰盛果子来献给神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